右手边这个旋钮是调节滚铺的 也就是面团压薄的厚度 右手边这个调节的旋钮呢 是调节出来之后面团的直径 用这个手柄来调节 那这个呢 是琴子开关 琴子开关按压之后呢 然后呢 机器断电 要服位的时候需要 像开关上电头所指示的方向圆转 大约30度就可以服位了 服位之后呢 机器有电源 起锅按键 按压一次呢 机器开始运软 然后呢 操作的时候只要这样 这个面团压压实后的这个厚薄呢 调节好之后 和出来的这个直径 通过这个手柄调节之后呢 就可以将面团放入 等一下呢 我们再看看实际的操作 好 现在呢 我们我们看到 风光 松弛后的面团呢 已经放置在车架 先把机器除位 电子是用的量 我启动一下 不按的 机器开始工作 然后将电盘呢 放入到 入房 这是整形出来 很漂亮的一条 绑管 我需要将它的长度呢 再增加 反正这个直径缩小了 那我可以还 将直径缩小 将直径缩小 我一次真的放下旋转 然后呢 我觉得它卷的圈数 顺便是有 一圈 一圈半 不要将它卷到两圈 我就要这样厚薄 调整薄一点 顺时的话要调整 滚同之间的距离来减小 我再试一个看看 现在我们看到呢 就是比刚才那个直径 已经变小了 然后长度 也下转了 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 两招